爱情总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哪怕知道不会有好的结局 依然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想要去争取 对于已婚的女人而言 婚外关系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但感情这件事 一旦滋生了想要争取的念头 就会变得难以控制 尤其是对于长期缺爱的女人来说 当然女人的骨子里都是矜持的 即便想要也不会直接说出口 她们往往会释放明显的信号 暗示男人来靠近 来发展婚外关系 通常来说 已婚女人暗示你越界 会连你三个信号 很明显在男女交往中 女人通常是被动的一方 因为她们骨子里的矜持 不允许自己太过主动 即便是已经结婚了的女人 在和其他异性相处的过程中 也会保持着一定的分寸感 不会轻易地越界 但是当一个已婚的女人 总是主动制造和你相处的机会 经常出现在你所在的场合 丝毫不必会和你单独接触 甚至主动邀请你单独见面 那么她的心思就已经很明显了 她在暗示你 她想要和你发展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 想要和你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拒绝她的接近 甚至主动回应她的热情 那么她就会更进一步 和你有更亲密的接触 已婚女人的这种主动 其实就是在给男人机会 也是在暗示男人 她并不在意婚外关系 如果你看懂了她的暗示 记得理智处理 保持好距离 保持好距离 不要给她错误的回应 发展出婚外关系 通常来说 已婚女人和其他异性相处 会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态度 因为他们很清楚 自己已经结婚了 需要和其他男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定点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但是当一个已婚女人 在和你聊天的时候 语气异常温柔 甚至有些暧昧 那么她对你的态度 就已经很明显了 她想要和你拉近距离 甚至不介意和你产生一些暧昧的故事 这种温柔且暧昧的语气 其实就是在暗示你 她对你有好感 并不介意和你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接触 当然靠近一个已婚的女人 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这不仅会伤害到她的丈夫和家庭 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当你接收到已婚女人的暧昧信号时 一定要谨慎处理 不要轻易越界 已婚女人在和其他异性相处的过程中 通常会避免产生肢体接触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但是如果一个已婚女人 不仅不介意和你发生肢体接触 甚至主动制造和你接触的机会 那么说明她是在给你暗示 她在暗示你 她想要和你产生更亲密的关系 甚至不介意和你发生一些超出朋友范围的接触 当一个已婚女人给你这些明显的信号时 其实就是在用她的方式 对你表达着好感 甚至渴望着爱情的到来 但男人一定要明白 这种关系并不简单 不要轻易地越界 因为你得自己和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爱情虽然无法控制 但人要学会克制自己的行为 对于已婚女人给出的越界信号 男人一定要谨慎处理 不要轻易踏出那一步 这是对自己 对她以及对她的家庭的尊重和负责 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暧昧都是蓄谋已久 曾经很潮一段时间 我都以为感情的升温 源于两情相悦 是彼此心意相通 这才蒙受了更深的倾诉 但后来有了更深的认知 突然发现越界也许不是巧合 而是积累了足够的信号 所谓的信号 不单单是指那个人对你有好感 还包括他对你的态度变化 对未来的期许等等 一丁点的暗示 不足以改变一段关系 和累积起来的暗流涌动 足以让一个人跨过那条界线 而积攒信号 是有过程的 暧昧是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越界是一个人的蓄意为之 那个人是否想要更进一步 相处时就能看出来 如同对你流露这些感觉的人 也许早就想要突破关系了 只是你没察觉罢了 朋友前几天打电话给我 开口就说 我觉得他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没有立即否定他的判断 而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认为 他却斩钉截体地告诉我 不可能是错觉 一个人的亲近能看出来 以前工作日 两个人都会保持适当距离 可连续好几周 对方都会找各种理由接近他 比如借东西东西 请教问题请教问题 甚至主动提出一起吃午饭 亲近已经成为常态 包括下班后的时间 以前各自回家的两个人 如今对方却会主动约他 出去喝咖啡 看电影问起为什么时 对方只会说 想和你多聊聊 而这段关系变化的关键 是朋友察觉到了 相处氛围的不同 所以产生了疑问 当时女同事和他聊天 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他的手 可还没来得及反应 女同事略带羞涩地 说了句不好意思之后 却并没有立即收回手 朋友说从那一刻起 自己就清楚 这段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他已经记不清这段时间以来 对方找了多少次借口接近他 其了多少次聊聊 说了多少次一起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偶然的巧合 不是单纯的友好 而是感情在悄然滋涨 好像真的是这样 当一个人想要靠近你的时候 和你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可一旦保持距离 哪怕只是在一起工作 也会刻意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究其根本 想要和一个人亲近 就像在表演 一分一秒的相处 都会带着特殊的意味 心境变成了常态 可以说从一个人总想接近你的时候 就应该明白 对方可能已经对你产生了 不一样的感觉 你有遇见过这样一个人吗 哪怕所有人都说 他只是把你当朋友 你还是觉得他对你有特别的依赖 老怕知道你们也许只是普通同事 也想尽可能地去照顾他 连林总说 日久生情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滋生 在不知不觉中就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微妙 然而当最初的界限逐渐模糊 当一个人有了越界的想法 曾经所有的平常都会变得不平常 读者木木讲过一段自己刚刚经历的职场关系 共事不过半年时间 木木却差点因为这段关系失去了工作重心 具体原因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那个男同事 甚至开始幻想两人的未来 偶天下班 木木的男同事对他说了很多 他说木木工作能力强 做事认真负责说 木木性格开朗 很会照顾他人说 木木长相甜美 还很有气质 木木动心了 这才差点失去职业操守 直到他被领导提醒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工作效率 对方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工作状态不太对劲 你有没有发现 当一个女人想要和你越界时 她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你的依赖 这种依赖不是简单的求助 而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 她会在你面前表现得更加脆弱 更需要你的保护和关心 比如她可能会经常向你倾诉自己的烦恼 寻求你的建议和安慰 即使是一些小事 她也会习惯性地先问问你的意见 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出于信任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依附 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 其实是希望通过增加你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来拉近彼此的距离 她想要在你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一个女人想要越界时 还会竭尽全力地吸引你的注意力 这种行为可能表现得很微妙 但如果你细心观察 就会发现她总是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出现 她可能会经常出现在你长去的地方 比如公司的咖啡机旁 你常坐的餐厅 甚至是你上下班的路线上 这些巧合的背后 其实是她精心安排的小心机 在社交场合中 她会有意无意地向你投来目光 即使你们不是交谈的对象 她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注意到她的存在 她可能会故意大声笑 或者穿着特别引人注目的衣服 一切只为了让你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哪怕一秒钟 在网络世界里 她会频繁地给你的社交动态点赞评论 总是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消息 她可能会发一些暗示性的状态 希望引起你的好奇和关注 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 是希望在你的生活中占据更多的位置 她想要你习惯她的存在 习惯她的关注 从而让你也开始关注她 但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过度的关注关注行为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果一个人总是刻意制造存在感 反而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压力和不适 真正的吸引力 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而不是强加于人的 曾看过一个话题 记忆犹新 暧昧代表什么 小明说代表有了重新审视关系的机会 我们总是把暧昧看得太轻 因为人都喜欢被关注被喜欢的感觉 这才会在察觉到一个人对自己有意思的时候 倍感愉悦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暧昧不过是一种试探 这也许是一段新感情的开始 也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序幕 它意味着两个人站在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上 关系也许就会从这一刻发生转变 这也是一个需要慎重决策的过程 记住每一段关系都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真诚的基础上 如果你感觉对方的行为让你不舒服 或者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新的关系 那么就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假如他不喜欢你 对你没有感情 那么在与对方交谈时 就不会有任何越界 当女人对你有好感 想要你追求时 他会愿意放下戒备 给予你独特的关照 那么当他和你说话时 他会允许你来语言越界 当你用一些聊拨的语气 跟他开暧昧的玩笑 他也不会介意 而是坦然接受 继续和你聊下去 当他和你说话时 这些行为表明 他对你有好感 希望你展开追求 假如他对你没有感情 不喜欢你 那么在与你相处时 行为就会有一种清晰的界限感和分寸感 因此在日常交往时 他会允许你靠近他 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显得很亲密 他会允许你的行为越界 给你接近他的机会 他对你没有戒备 愿意和你独处 愿意和你独处 不排斥身体接触 这表明他对你有好感 希望你能追求他 女人大多都敏感 防御心理比较强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会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更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如果他对你没有防备 敢跟你单独相处 说明他喜欢你 想让你追求 他会让你走进他的生活 只因他想多接触你 也想走进你的生活 感情有时就是这样 越是动情 越会有肢体接触 使感情升温 爱情是两个人相互靠近 会情迫自禁地展现一些 越界的举动 作为情感老师 我想说的是 爱情往往隐藏在 这些细微的越界中 尽管它并未直接表达 它的心意 但却容许了你的越界举动 通过这种方式暗示 让你们的关系 得以循序渐进地发展 如果你发现了这些越界的蛛丝马迹 就要珍惜对方的这份情感礼物